国营事业招考报名人数减少 铁饭碗光环退散 以往国营事业工作往往一开缺 报考人数动辄五六万人 常为了一个名额挤破头 录取率甚至只有1%、2% 大家都希望自己就是那个考上的幸运儿 不过最近几年金饭碗吞色 开圈名额增多 但报考人数大不如前 经济部所属的中油、台水、台电、台唐等四大国营事业 也因为离职退休人数暴增 自2016年起录取人数增加 主要原因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员工 刚好都借零退休或是申请提早退休 从2016年起录取人数都破千 尤其去年甚至高达1308人 创效历年最高录取名额 反观今年录取名额也有1220个 录取率预估达3.88% 但报考人数从2014年的25431人 到今年的31442人 只徘徊在2万到3万人 经济部表示 10月底仍有国营事业员工离退 录取名额还可能增加 今年录取率有机会破4% TKB百官网经理柯宇轩分析 当初是因为碰上金融海秀时期景气差 国营事业报考人数才这么多 但这几年受到年金改革福利缩水 年终奖金被诟病等原因 让考生对国营事业却步 加上景气回升 报考考生自然减少 所以建议考生可以趁着资深运工离退 新人3000块 录取率高 尽速报考国营事业卡位 不过别再简章出来后 才匆匆准备就上场应试 要提早半年以上 选择自己学习背景相关的类组报考 才能事半功倍 考生张先生说 2011年才想报考台电 但录取率仅有1.83% 已经看准今年录取名额多 报名少的机会 至�ont ural 交通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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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